孙楠制作人批张韶涵没唱功,无客群都看不下去了,张韶涵霸气归队。 在歌手2018播出之后,台湾情歌小天后张韶涵凭借歌手舞台再次翻红,网友们在歌手舞台上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张韶涵。 其不仅容貌精致,一品其高,而且歌唱实力也不容小觑。 可是此前,张韶涵还未曾翻红之前,也曾受过不少委屈。 前几年张韶涵有参加过江苏卫视的一档全能星战的节目。 在此档节目中,张韶涵也为大众演唱了一首极具感染力的歌曲,可是当时节目的评委也就是孙楠的制作人。 为了保证孙楠能够在节目中晋级,直接怒劈张韶涵说张韶涵完全没唱功,还说网友们之所以喜欢张韶涵,完全是因为他长得漂亮。 随后,孙楠不仅没有安慰张韶涵,反而是隔空力挺了自己的制作人金武林,对张韶涵说,想要听好话就不要来参加。 在网友们得知此事之后,很多网友都对孙楠和其制作人金武林极为不满,连同时参加比赛的吴克群都有些看不下去了,吴克群当时还曾在节目中力挺过张韶涵。 不过张韶涵却对制作人的批评不甚在意,后来张韶涵还在自己的微博上霸气回对说,对于某些制作人说什么,一点都不重要。 而如今张韶涵凭借歌手舞台再次翻红,就足以证明张韶涵的歌唱实力绝对是拿得出手的。 而反观孙楠,其近些年来的歌唱事业发展,实在是让人有些无语。 自从孙楠,自从孙楠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买红妹之后,很多人都认为孙楠是一个人贫有问题的渣男,而后孙楠又因为输不起的原因直接霸露歌手,其一系列行为都让大众对其极为失望。 而与孙楠一样,同样参加的歌手的张韶涵却与孙楠的表现完全不一样,张韶涵在歌手的舞台上从来不怕输,而且其从来未曾迎合观众的口味,去唱一些观众想听的歌。 正是因为张韶涵选的歌比较冷门,所以张韶涵在歌手舞台上的成绩才会呈现大跌大落的趋势,不过其一直以来却无愧于心。 由此可见,相比于孙楠来说,张韶涵才是一个真正值得大众尊敬的歌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